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人物现场节目 在美国的选举舞台上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正如火如荼 这两位政治巨头都在积极出击 试图激励他们的支持者 特别是那些可能在选举中流失的关键选民群体 哈里斯专注于吸引黑人男性 而特朗普则将重点放在女性选民身上 在底特律 哈里斯将参加游受黑人男性喜爱的早间广播节目 早餐俱乐部主办的市政厅活动 并计划造访当地的黑人拥有企业 以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同时 特朗普则在福克斯新闻上进行针对女性的活动 并在芝加哥和亚特兰大展开经济演讲 力求重振她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密歇根州的选情越发紧张 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持平 这使得这场选战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 双方都在全力以赴 力求在这个关键摇摆州赢得每一位选民的支持 这场选举不仅影响着个人的政治命运 更将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综述了美国政治中的两位重要人物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分别在吸引和激励他们的支持者方面所做的努力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他们各自关注的特定选民群体 哈里斯的重点是吸引黑人男性选民 而特朗普则专注于女性选民的支持 通过一系列公共活动和政策倡议 双方都力图巩固自己的支持基础 并争取那些可能在选举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选民 首先 哈里斯在底特律参加了一场 由著名广播节目《早餐俱乐部》主办的市政厅式活动 该节目在黑人男性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主持人查拉玛恩·塔·戈德在节目中 为哈里斯提供了一个与黑人社群深入对话的机会 除了这次活动外 哈里斯还计划访问一家由黑人拥有的商业机构 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埃里市 与当地企业主和社区领袖进行了交流 这一系列活动展示了哈里斯对黑人社区的重视 哈里斯还宣布了一项名为 《黑人男性机会议程》的新提案 旨在为黑人男性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 这些提案包括为企业家提供最高可达2万美元的可宽数商业贷款 创造更多的学徒机会 并支持对一些更常见于黑人男性的疾病 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的研究 与此同时 特朗普在女性选民中面临挑战 他的支持率在许多关键摇摆州的郊区有所下降 根据9月的APNORC民调 超过一半的女性登记选民对哈里斯持正面看法 而对特朗普持正面看法的仅三分之一 为此 特朗普试图通过塑造自己为能够保护女性免受威胁的形象 来扭转这一趋势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 对女性选民承诺 美国的女性将不再感到被遗弃 孤独或害怕 在特朗普的其他活动中 他在芝加哥发表了一场经济演讲 并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一场集会 这些活动显示出 他在努力保持在选民中的曝光率和影响力 民主党方面 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瓦尔兹 推出了一项计划 旨在改善农村选民的生活条件 这包括改善农村医疗保健 通过奖学金 贷款宽数和新奖助金计划招募 1万名新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并优先考虑经济和农业政策 这场选举竞争的激烈性 也反映在最新的民调中 根据ARP在密歇根州的民调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该州的支持率持平 各为46% 这表明在这个关键的摇摆州 两人的竞争非常激烈 民调也显示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和性别差异 年轻选民和65岁以上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 而35至64岁的选民中特朗普的表现更强 此外 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的表现优于特朗普 而特朗普则在男性选民中更受欢迎 密歇根州的选情紧张 不仅影响总统候选人的选战 也对参议院的竞选产生影响 民主党的爱丽莎·斯洛特金 在参议院竞选中以微弱优势 领先于共和党的迈克·罗杰斯 这场选举的成败 不仅关乎个人的政治生涯 更对未来的政策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哈里斯与特朗普为争取选民支持进行的 全力以赴的竞争使得这场选举成为 全美关注的焦点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两位候选人的每一步都可能决定 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 在这场选举季节中 分别针对他们的选民群体 展开了积极的竞选活动 哈里斯将他的目光投向了黑人男性选民 这是一个在过去选举中 对民主党至关重要的群体 他参加了底特律举行的 早餐俱乐部市政厅活动 并推出了一系列名位 黑人男性机会议成的 新提案旨在提供经济支持 和健康研究的机会 在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中 他还强调了农村美国人的生活改善计划 包括医疗保健专业人才的招募 和经济政策的倡议 这显示出他试图在传统上 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群体中 扩大影响力 尤其是农村选民 他们在2020年大选中 已近2比1的比例支持特朗普 另一方面 特朗普将重点放在女性选民上 特别是那些位于摇摆州郊区的女性 特朗普在许多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 有所下降 而他的竞选策略之一 是通过塑造自己为女性的保护者 来扭转这一趋势 他曾经表示 如果当选 女性将不需要再考虑堕胎问题 这是因为 他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 曾推翻了一个保障女性堕胎权的先例 在密歇根州 这场竞选的竞争由 为激烈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持平 密歇根州是选举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过去曾在2016年 被特朗普以微弱优势夺得 而在2020年 又被拜登重新纳入民主党阵营 哈里斯和特朗普 都在密歇根州 进行了一系列的竞选活动 试图赢得这里的选民支持 此外 密歇根州的参议院竞选 也颇具竞争性 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支持率 非常接近 这一选情的紧张 意味着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 任何一方的微小变化 都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 哈里斯和特朗普 在不同的选民群体中 展开了针对性的竞选攻势 希望能够在关键摇摆州中 占据优势 这场选举的结果 将不仅影响个人政治生涯 也对未来的政策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两位政治人物的动作将进一步加剧 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在努力激励他们的选民 这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魅力 哈里斯专注于黑人男性 这是因为他想要确保这个群体的经济和社会权益 得到更多关注 他的政策提案 如为企业家提供可宽数商业贷款等 直接改善了黑人男性的经济状况 这不是单纯的选票政治 而是对历史不公的一种弥补 哦 楚天书 我不得不说 政治家关心选民的背后动机可不见得这么单纯 哈里斯针对黑人男性的策略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选票收割行动 那些宽数贷款和学徒机会听起来不错 但真能施行吗 这些政策有多少成分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选举承诺呢 你可知道政治家最擅长的就是画大饼 谢琪琪 你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哈里斯和民主党在黑人社区一直以来的努力 这些政策不仅仅是选举期间的口号而是长期政策的延续 相比于特朗普 他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下滑 就是因为他过去的言行与女性权益不符 他的策略看起来更像是亡羊补牢 而不是长期的支持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特朗普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的利益似的 他对最高法院的任命不就是要塑造一个更保守的社会环境吗 至少他在做他所承诺的事情 至于哈里斯的政策 我们的看看他能不能说到做到 毕竟政治家们总是喜欢在选举前承诺一切 但选后呢 选民要的是结果 而不是美丽的承诺 谢琪琪 你提到特朗普的最高法院任命 那可是一个双刃剑 或许他塑造了一个保守环境 但他同时也引起了大量女性选民的反感 尤其是那些支持女性自主权的选民 民主党的策略是包容和进步 这在长期可能会赢得更多的年轻选民 我们可以辩论的这些政策的有效性 但无论如何 哈里斯的方向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楚天书 你忘记了 政治从来不是仅仅靠潮流生存的 选民关心的是切身利益和切实的政策效果 特朗普的力量在于他的选民始终如一 这在政治上是极其重要的 而哈里斯呢 他能否将承诺转化为选民生活中的实际变化 这才是考验他政治策略的真正挑战 话又说回来 这些候选人谁不是在为选票而战呢 这其实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这次的辩论中 楚天书和谢奇奇都针对哈里斯吉特朗普的政治策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中的不同观点 楚天书强调 哈里斯对黑人男性的政策关注是历史不公的弥补 并认为这不仅是为了选票而是长期政策的一部分 他试图塑造哈里斯为一位包容和进步的候选人 并认为这能够吸引年轻选民的支持 相对而言 谢奇奇则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 认为哈里斯的策略更像是为了收割选票的精心计划 他提出的质疑凸显了当前政治中口会而实不至的风险 并强调选民真正关心的是政策的实际效果 而非美丽的承诺 谢奇奇的观点呼应了一众对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追求 指出无论候选人的初衷如何 最终能否落实政策才是检验其政治能力的关键 两位变手的观点各有道理 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盲点 楚天书的论点过于理想化 未能充分考虑到哈里斯所提出政策的可行性与实施后果 尤其是在当前分裂的政治环境中 政策的落实难度不容小觑 而谢奇奇的观点则显示出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过于宽容 他忽略了特朗普在许多议题上的逆流而行 这可能会导致更多选民的流失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成功地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中不同的价值观和策略选择 呈现了选民对于候选人所提出的政策承诺与实际效果的矛盾心态 无论是楚天书强调的历史责任感 还是谢奇奇呼吁的现实主义 都是选民在选择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未来的政治走向将取决于候选人们能否真正将成落转化为实际利益 而不仅仅是口号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两位候选人的拷问 也是对整个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思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